赖总统明天上任满一百天了 在今天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 有关两岸的最新民调 还有感情温度计 整体台湾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温度 是17.31度急冷 而且高达将近七成七的民众 是反对统一的 根据最新民调 有76.5%的民众不赞成 祖国统一的说法 赞成的只有一成左右 而对于两岸是否为命运共同体 六成七的人反对 赞成的大约两成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云龙认为 民调传达了一个清楚的讯息 那就是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 明确的排斥了所谓 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任务